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杰尼斯的这个纪录片被BBC给踢爆出来嘛 那现在刚好BBC呢 应该说在这个多事之秋啦 又把这个针对韩流明星聊天室的一些恐怖的一些很恶心的行径给揭露出来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名字 这个其实我重新再提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今天呢邀请到对这个韩流明星呢稍微有一点研究 至少比麦嫂涉猎还要多的罗斯哦 来跟我们一起谈谈这一集 还有他背后的现象 好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片子在提什么 那因为BBC的纪录片呢 基本上非常受到这个国内观众的注目 就是因为它是中文版的 那再加上这个事情呢 其实才刚发生完没多久 那相关的当事人呢 也很快的浮满行旗都已经陆续关出来了 那甚至于呢 里面的名气最大的Big Bang的前程远胜利 还在世界各国趴趴走 还说什么要去香港啊 什么去泰国啊 去哪些国家 听说要来台湾哦 真的让人家头皮发麻哦 所以这个纪录片谈到了什么 还有整起事件给大家什么样的看法 还有给了什么样的歧视 甚至于得到什么样的警惕 这个我们就交给罗斯来跟大家阐述一下 那麦嫂呢 我们来提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好了啦 那因为我对韩国明星 其实真的熟悉度不高 所以我只能够提我比较侧面的观察 还有这几个粉丝的角度 我个人支不支持 还有赞不赞赏 还有他们的这些做法 是不是过度极端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重点 好我们现在时间交给罗斯 这部纪录片 算是有点有趣吗 就是说我们通常看这种 揭闭性形态的纪录片 都是在Netflix上面比较多 那现在呢 除了Netflix之外 我们多了一个管道就是BBC的这个YouTube频道 那因为它都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影片 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压力 然后在BBC上面呢 就是也都是可以免费来观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引起大家的注目也是蛮大的啦 那我觉得这部片子 跟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杰尼斯的那个 它有一点相似 但是又有一点不同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其实杰尼斯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然后甚至早在20年前就有人报导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成科啦 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日本演艺圈一个不可告人的公开的秘密 但是呢 这个BBC的纪录片其实它揭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日本这个演艺圈上下 对这件事情是绝口不提的 媒体也都不做揭露 所以它其实是惊讶在这个点 因为有些人就会说 觉得BBC这次拍的就是比上次的那个杰尼斯的要好 但是它的形式是不太一样的 来公布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我觉得也是有他们的一个用心 因为呢 这个这个江南夜店的性丑闻 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大家都上下交相贼 都不不讲 然后不公开 然后想要把它掩盖起来的 那甚至它里面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演艺圈的共犯结构 不是只有集中在这几个偶像身上而已 可能还里面牵扯了商界的人 然后警界的高层也有协助来掩盖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一样 同样的就是说 需要一个国际媒体来揭秘担任这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那它这个选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于说 因为这一些相关的人 涉案的人 他们其实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服完他们的刑期了 那其中呢 刑期最重的就是郑俊英 他其实也是服务行完毕了 所以他选在这个时间点 把这件事情再重新的 让大家 我觉得是温习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刑期都已经服满了嘛 然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就是有在处理嘛 司法上面的处理 先不论他们是不是有判到他们应有的刑期这件事情 那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已经服务完毕了 那但是呢 他在这个纪录片里头多讲了一点点事情是包括这个案件里头的女性 我觉得他其实是特殊在这一点 就是说好 我们都知道说这些欧巴很过分很坏 然后私底下做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但是应该可以说这是一个巧合吗 或者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有一点意思的 就是说 揭发这个丑闻的记者 几乎都是女性 然后甚至呢 他有两项比较 就是说一开始 有一个他是揭露郑菌英的性侵的这个事件 结果呢 因为搜证的问题 导致于呢 这件事情就没有成立 然后这个记者就一直被人家骂说 他是在抹黑郑菌英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导致呢 他那个时候其实是怀有身孕的 但不幸流产了 那甚至呢 他往后的几年 生活上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流产不止一次 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感到痛心的事情 那但是呢 后来因为这个胜利的这个Burning Sound的事情 大家才寻现去追查 然后再加上林门一角就是聚和拉 他那个时候 因为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但可能不是这些人的受害者 那但是呢 他跟这个崔宗逊 他们是私交不错的朋友 好像是练习生的时候 就是同期的啦 好像是这样了 对 所以呢 他其实是有劝崔宗逊 好像希望他可以改过 配合 对对对 配合调查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让人家更难过了 就是说因为聚和拉 他那个时候 前几年轻生了嘛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就会觉得说 他这个轻生到底中间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在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聚和拉 他就是私人的生活并不好过 尤其是聚和拉的好朋友 在他往生之前 就是先走了一步 那其实就非常的很明显的 是他的外在形象不符合 韩国公众对于女性的一些标准 所以这整个事件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怕 可恶跟可怜的 韩国的这个练习生的这个偶像的制度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造星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个团都在国际乐坛上面发光发热 那但是其实他后面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 尤其是这些偶像 甚至是有关女偶像的这件事情 就我们看到女偶像 就是在这个体系里头是一再的被剥削 那甚至呢连男偶像也剥削女偶像 本身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跟几个团 但跟到后来就会觉得说 这个体系真的是好的吗 这样子的崇拜偶像真的没问题吗 等一下我问一下 你跟的团是什么样的团 这是粉丝的交流团吗 还是什么团 就是我也会去粉某个团啊 然后当然比如说看演唱会这种是最基本的 那当然有一些人是涉入很深的 那我觉得其实偶像的这个文化 跟韩国的文化整个是绑得很深的 之前麦嫂的频道里头也有提到嘛 有一些韩国的社会运动 甚至是跟这个偶像的活动是绑在一起的 最有名的就是 他们开始带头翻美牛的那些人 其实他们是东方神奇的粉丝 是从那个组织过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轻鸟行动 就是他们用追星的力量 用追星的格式来做社会运动 其实这个就是 我不能讲说是跟韩国学的啦 不过我觉得这个精神也是一脉相承 就是曾经是这样子的东方神奇的粉丝 高中女生 然后他们发起一个有系统的 翻美牛的一个抗议行动 后来就是东方神奇五个人的团 拆成三个跟两个 那两个的团就是继续待在事务所 那三个出去的团 他们就是指控说 公司对他们层层的剥削 然后限制他们的人生自由 反正有各种各式各样 还有非常不平等不合理的合约 一千千十三年 如果有收入的话 其实都是分配非常不均的 这个出去的这个团 就是叫JYJ 那这个团呢 其实他们也带出一些演艺圈 韩国演艺圈里头的问题 不平等的问题 剥削的问题 所以他们这样子出来发生了之后 对于偶像跟经纪公司签约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就有更严明的规范 就是比较改善 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一个剥削的状况 稍微的改善 结果呢 这个出去三个人的JYJ 也出世 里面出世的是 有一个团员叫普友天 那普友天他其实也算是 就是偶像里头转演戏 成就很不错的 但是呢 就被人家发现说他 比如说当兵的期间 去酒家 出入不正当的营业场所 而且还就是涉及性交易跟性侵 这样子的一个种种的事情 然后到最后甚至 就是被人家查到说 他其实是吸毒 然后毒瘾很重 我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普友天 就是他们东方神奇的这一群人 其实跟Big Bang是差不多时间的 那普友天呢 他其实跟这个Big Bang里头的Tap 是好朋友 结果后来呢 Tap其实也被人家发现说 他还是有吸毒 只是他吸的毒是比较轻微的是大麻 这一些偶像 他们可能在练习生的时间就认识了 然后他们自己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社交圈 可能玩的时候一起玩 但是呢 肥肋的时候也是一起肥肋 所以后来他们这一期的偶像里头出事了非常多 讲回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BBC的这个事情 其实你也是可以在里头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轨迹 最近市场上面有一本书 那一天我追得欧巴成为了罪犯的这一本书 那其实这一本书呢 他就是郑俊英的粉丝写的 那他其实就是这样子 当初郑俊英的第一件事情被拼了之后 那他就觉得说 我们郑俊英 这个是不是 我们也有听到某一个立法委员讲说 我们习叉叉 我们习叉叉 对对对 习皇帝 对 那他就觉得这个粉丝觉得说 我们郑俊英人这么好 然后这么有才华 而且他对女粉是非常疼喜的 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青年 怎么会是你们讲的那样 你们一定是配合某些事例来打压郑俊英的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是谁 我们来穿插一下 因为我们这一集 也有独特生活网络书店 给我们做购书回馈50元的折扣 其实这个连结一直都在 但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谈了 这个作者叫做吴喜涓 那就像刚刚罗斯所讲的 他是郑俊英的粉丝 所以他从他成为粉丝 再加上他怎么追星 还有最后他的欧巴犯罪入狱 他怎么样心情的转折 跟最后怎么样的沉淀 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 所以如果要购书的话 请上独特生活网络书店 用麦嫂的专属折扣 进去购书就可以有50块的优惠 对所以其实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粉丝本位的心情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对于这个报导 郑俊英的性侵事件的记者非常的不谅解 但是到最后看到最后他就发现说 好像真的是像报导一样 而且呢可能比报导的还要再夸张的 越来越遏止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公诸于世 所以到后来他虽然脱粉 但是他也不禁自我怀疑 他就想说 诶那个我粉的欧巴 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那是不是代表我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呢 而且呢他就说曾经因为粉郑俊英 所以呢就激励了自己考试的表现上面 或者是读书学业的表现上面 希望有所突破 而且他后来也办到了 这一切难道都一场空吗 我其实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我们如果对照到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对于这些粉丝来说 粉偶像 支援偶像 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那甚至呢 他们落实在更大的层次 比如说社会公益的追求 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上面 那一旦你粉的这个欧巴出问题了 结果他居然是如此不堪 那你要怎么看待你自己粉他 或支持他的心情呢 那但是我自己因为也是有 我当然没有程度那么深啦 但是我其实也曾经追过 JYJ这个团啊 我也是追过普悠天的人 我觉得当你在看偶像的时候 偶像是偶像 你是你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切清楚 那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欣赏这个偶像是因为他非常有才华 所以呢 比如说他很会演戏啊 他很会写歌 创作 然后唱歌也不错这样子 但是除此之外的 我是不是要包办他整个人 就是说他人一定是超好的 他人品一定是不可受质疑的 那个我们可以拿冲丝表出来背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也不必要这样 因为你看的是他的才华 你也不是看他整个人 所以如果说偶像都会有他自己个人的生活 自己私人的品性 那如果说他们掩盖了这一点 然后做出一个很厉害的人设 我觉得这个就是韩国演艺圈很厉害的 就是他们 他们是人设先行的 就是一定要塑造一个很好的形象 然后才开始说 你演技不错 然后你唱歌不错 就是在这些东西之前 你要先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格特质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有点违反直觉的啦 那反正因为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了 我们常常看很多国外的那些摇滚明星 都是仙人展啊 随随便便 然后要不然就这样 对啊 你在讲我才刚去追的Rolling Stone啊 这不是 那千人展 动不动就 一把年纪还这么摄的 动不动就千人展 然后动不动就这个酗酒 嗑药 又供出一个小孩 对啊 说实在的 除非说他已经到了违法的程度了 比如说性侵 比如说那个天才老爹那种的 或者是me too这种的 就是他已经触发 触发当然是不对啊 那但是这些吸毒的摇滚巨星 我们还不是照样看他的演唱会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偶像 他的人格跟他的才华切割 其实是适时的可以保护粉丝啦 刚刚我们在录音之前 我跟罗斯才在讨论说 麦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容易做切割 好那刚刚提到写这本书的吴喜娟 他也有拍的纪录片 不知道罗斯有没有看过这个片子 他在2021年拍了这个纪录片叫 陈粉获得釜山独立电影节的评审团特别奖 那他就是因为郑俊英的鼓励 所以很认真的考上电影戏 然后就为了拍这个纪录片也休学了 因为他说他要反省他过往这个追星的心路历程 而且他有跑去那个粉丝见面会啊跟演唱会的门口 去拍摄这些阴阴切切看到巨星的粉丝们 他们的身影 所以他说寄予无上的同情啊 而且他说他自己也有反省过 因为他要剪接嘛 他说在看这个纪录片的一些 footage当中 他也有看到很多人对海外的粉丝有一些批评 他说他们就是脑粉啊 到现在偶像欧巴已经出事了 还这么支持 根本就一群笨蛋 我们现在韩国国内根本不是这样想的 那也有一个YouTube 我麦嫂也常看哦 他也是经常把那个韩国是怎么想的 跟海外是怎么想的拿来做比较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趣的观点 好请继续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粉丝的角度的话 我会觉得说建议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切开 切开啦 那但是当然没有说一定可以就是切的这样 一干二金一刀两段啊 一定也是说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呼风唤雨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胜利的例子来说的话 他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其实是Big Band里头的Money 就是他是最小的 然后呢他们这些大哥们我刚才讲到的Top 他是演技很好 然后他是Rapper嘛 那他应该也算是这一团里头长得最好看的一个 他甚至也有演电影啊什么的 就表现都很不错 然后呢太阳 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他们的门面啊 可以这样子讲 然后也非常的才华 还有就是G Dragon G Dragon更是啊 他就是简直还红到国外去 然后他的那个才华是多方面的 他甚至连设计他都有涉略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团员是大声 大声的话就是实力派的唱讲 所以你看就是在大哥哥都非常的有别 我所表现的之下 然后这个胜利呢 他是什么最厉害呢 他其实就是那一张嘴 所以他一直都是属于油滑形象的 这件事情传出来之后就会觉得说 他终究还是长歪了这样子 那他其实也是运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广大粉丝的支持 才让他有这种互风还雨的实力 然后才可以做这么多狗屁倒灶吧 这些私底下做的这些坏事 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赚钱 然后有那么多副业啊 他是为了想要长大吗 还是为了怎么样 这个详细的情形 我当然不是很清楚啊 可是想赚钱这件事情有错吗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想赚钱啊 那如果你正好站在一个 可以赚钱的位置 那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说 他赚钱的方式 他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方式 其实是牺牲了那些女生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他完全没有把那些女生当成人 就是把他们当成像商品一样的 在那边交易来交易去 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恶的地方 包括他们这些人也是觉得说 他们这些朋友圈里头的人 也是觉得说女生 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消耗品 我可以就是源源不绝的 反正我粉丝这么多 我形象怎么好 然后他们这些人就是头怀送抱 但是他都没有想到这些人的合意 是否合意 然后他们就是直接下药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恶耶 这当然是已经是犯罪行为了 但是他们那一种 不把女人当人看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其实是韩国人 或者是韩国演艺圈的贡业 真来假的 讲贡业蛮恐怖的 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 我如果再在我的立场来看是这样的 当然我觉得韩国人 因为刚刚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你有说郑菁英非常疼粉丝 所以现在这些粉丝们应该很崩溃吧 梦碎了还是梦醒了 对啊可是有的时候疼粉丝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精心塑造的人生 韩国的演艺圈在塑造明星的时候 一定要有所谓的美坛 就说他不能只是演技很好而已 也不能只是很有才华而已 他一定要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 比如说我们再讲到几个演员的时候 因为我对演员比较熟啦 他们一定有所谓的美坛制造机 然后最有名的美坛制造机就是普宝剑 因为他的形象就是他母亲很早就离开了 那所以他就是好像帮家里赚钱的一个心情 然后就出来演戏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孝顺 非常贴心的乖孩子 然后对于共演者照顾都是非常无为不至的 他们就是一定要有这样子人设上面的神话 才可以就是顺利的造型 讲一下人设 就是最近也有一个流量密码 就是珍妮佛罗佩兹 看到蛮多YouTuber在谈 那接下来我会请对于这些流行文化比较有涉猎的另外一个来宾来谈他 我觉得这个人设好像就是你要塑造一个明星Fader 要做的一件事嘛 对不对 他的背景故事嘛 怎么样从逆境中奋力成长啊 对不对 对 就是说你一定要 这个其实跟造神有点类似 就是他一定要有他的这个起源故事嘛 每一个英雄 每一个superhero都要有起源故事啊 有的时候是一个是一个做出来的东西 有的时候跟他本身并不一定会符合 但是我觉得围绕在珍妮佛罗佩兹身边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有某种层次是属于艳女的语言啦 但是就是交给麦嫂再去分析了 这个我西洋的演艺圈我不是那么熟悉 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说韩国人他们的那种道德的要求是很高很严密的 你很容易就会有负品 但我觉得某种程度这个是不合理的 有的时候像这样子人色做过头了 掩盖很多罪恶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在韩国演艺圈里头也非常的严重 明哲保身的方法就是把人色跟才华切开来 然后你也不要就是说好像整个人都投入 就是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是不需要到这种程度的 你只要欣赏他的作品就好了 这只能够说他们的经纪公司太厉害了 可以一手遮天 你看像郑俊一开始爆出来偷拍女友的事件 就是像刚刚罗斯所讲的 就是因为借由公关啊 或者说去引导风向啊 让大家去踏伐那个记者 所以事情就不见了 而且背后还说还有一个什么警察局的高官 然后最后是聚合他协助 揭开他的身份 但是那个人最后也没有得到刑法的苛责啊 没有啊 那个人没事啊 所以真正有事的就刚刚我们提到这几个 而且都已经刑满都已经关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 然后这纪录片呢 已经上架了几天 我们到今天才讲 因为前面实在太多作品要讨论了 所以今天邀请到罗斯 我们一起来谈 所以粉丝如果遇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整个人设大崩坏 该怎么自处呢 以一个前粉丝的心情来说 罗斯你怎么看 我就是觉得说你要把它切开来啊 然后我觉得人设终究是人设 就是不要太相信 包括我自己在看 比如说好莱坞的明星好了 我也不是很买账他们那种人设啊 而且你知道人设一旦你就是相信了这些人设 你之后日子会很难过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Chris Pratt 他跟他的前妻安娜法利斯 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很美呢 就是之前安娜法利斯比较红 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提醒他的这个老公 然后这个老公呢忽胖忽瘦 其实也是有在展露头角 但是呢 好像都还是要靠老婆来照 大家就觉得说 哇这个传为佳话 爱情 就是让人相信爱情 结果Chris Pratt红了之后 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后面的故事了 我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 我自己本身是不太能接受啦 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就对Chris Pratt的东西 我也觉得说我没有很想要看 那正好他也不是那种 就是说他出了什么作品 我一定会看的那种那种演员 所以我觉得就放掉也是不可惜 但是我只是说 这就是太相信人设 太相信起源故事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总是会变 也许他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好人 那在这个染缸里头 那么久 人会不会变 人一定也是会变啊 没有什么事情是永久的 也没有什么人设是永久的 他都跟我们是一样的 都是人 所以总是会有做错的时候 总是会有变的时候 就不要太去在意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不要否认 曾经追星过的自己啦 就曾经做过就做过嘛 对啊 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追了一个错的人 然后自己好像也很糟 其实没有 就是像刚刚罗斯讲的 就是切开 你是你 偶像是偶像 人设崩坏的是他 不是你自己 所以不要太过度的投射 这样会让自己走不下去啊 对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麦嫂 就是说ABBC 他接连出了这两个 在频道上面我们也有讨论嘛 一个是杰尼斯 然后一个是BBC的这个 这个韩国的这个下药性侵事件 麦嫂你觉得 哪一件事情比较严重 这当然是杰尼斯的事情比较严重啊 持续了这么久 而且一直没有真相 而且他本尊还死掉了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刑法的苛责 我觉得真的实在是太恶心了 而且你看他那个纪录片 整个拍完之后 在海外的讨论度还比较高耶 在日本国内好像还好 然后一直发酵了 大概两个多月之后 杰尼斯的负责人 就是他的侄女嘛 才出来盗窃嘛 然后最后才说公司要解散 然后东山祭司再出来讲了一堆屁话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反省的意思啊 然后甚至于木村多灾 还一直说干嘛解散 我觉得这是在搞什么 我觉得杰尼斯的事情比较严重 要是严重太多了 我的看法啦 我还以为你的答案是另一个 但是我的看法也跟你一样 我觉得杰尼斯的事情比较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韩国的社会 其实整体来说 他们还是反省令很强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速度是快的 那他们的人民也比较有追求公益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他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相关人等都浮满行旗之际 要再提醒大家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事情 那要就是不要忘记 这样子的事情有可能一再发生 所以我们都要提高警觉 那但是相较来说 杰尼斯这个事情是 他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日本人有自己的内在秩序 然后我们不需要西方的人 用这种奇观式的方式来监讨我们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就像你说的 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这么久了 又不是说不知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都盖着不讲 然后甚至那些讲的人 还要被处罚 各大事务所都下风口令 要他们的艺人不要谈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那个范围是更大的 而且到现在还很多人帮杰尼斯讲话 就说觉得没有强尼杰尼斯 强尼基本上没有今天的日本娱乐圈 还在帮他讲话 连受害者都还有帮他讲话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我觉得杰尼斯这个事情 真的是蛮严重的 那你看比如说像韩国 对于这个性侵的下药的事件 当然还是批判的比较多 那而且他们也是一直有在 比如说法令上面有所改变 有所调整 那希望这样子的事情 不要一再的发生 那但是你看日本 就是说他们终于有感觉到说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处理的 所以呢就是杰尼斯就纷纷有一些人就是自己独立出去 然后以及他们整个的改名字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处理 有真的处理到什么吗 还是只是撩背一个做做样子而已呢 就是只能说 还好台湾的演艺却没有壮大到 这样子的程度 就是发生那么多 但是我们其实也有me too啊 我们的me too也很严重啊 所以我们也是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事情的 那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处理我们自己演艺权的问题 这个事情也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跟罗斯谈的 基本上应该只是一些凤毛灵爪的事情 其实还有蛮多很严重的事情 可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中 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随时要警惕自己 然后也要提防周遭的人 要小心自己的安危 然后还有要追粉可以 但是不要脑粉 那个判断是非的能力还是要有的 然后再来的话也不要对 这些曾经当过粉丝的人太过苛责了 有时候他们只是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 然后大家给自己一条路走啦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罗斯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题目 那如果对我们的频道呢 觉得还不错的话 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 或是给我们小小的粮草 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或是留言跟我们分享 你听完这集的心得 今天非常谢谢罗斯 感谢 下次再来我们的节目哦 拜拜